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亲爱的您 我是阿豪 我是安然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 不管是夫妻还是情人 如果深爱彼此 应该是这样子的 相爱容易 相处难 生活中啊 很多人判断爱的标准 就是看对方 愿不愿意为自己 做出妥协 甚至是改变 殊不知 只有打从心底里的 接纳和认可 彼此之间的感情 才更坚固 更和谐 感情中 自以为是的 想改变他人 是最大的愚蠢 有人说 总是试图改变别人 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疾病 可偏偏很多人 生患此病 女人没什么学历 最开始呢 是开小餐馆的 好在坚持做了六年之后 生意越来越好 因为 她的炒菜 绝对是大厨的水准 老公最初是一家 上市公司的员工 但因为管理层更换 一直闷闷不乐 最后和上次 闹了矛盾 辞了职 女人的小餐馆 越做越大 后来还开启了分店 就提议 让男人去分店 帮忙管理 这样还能 省一个人的工资 可男人每天 只在家里上网 喝酒 看电视 女人每天 辛苦忙完 回家就看见 男人邋遢的模样 不免责骂一番 女人本来也是 出于好意 希望通过 挑毛病这种方式 来改变男人 可男人却产生了 强烈的抵触情绪 于是两个人 开始针锋相对 最后矛盾激深 婚姻走到了尽头 感情中啊 一个人总想改变对方 是因为觉得改变对方 比改变自己 更容易一些 然而事实是 改变自己很难 改变别人更难 很多女人 在结婚之前 总觉得 对方身上的一些毛病 以后可以慢慢改 只要自己云以纠正 对方又足够在意自己 这都是小事 然而结婚后 对方始终无动于衷 偶尔会听一次 但以后依旧 按照自己的习惯来 于是女人开始觉得 对方根本不爱她 怀疑自己找错了人 不仅她如此 对方也常常因为 她的不满 变得烦躁不耐烦 其实 成年人的思维 三观 习惯 一切早已成形 除非她本人认识到问题 想要做出改变 不然越是逼迫 越会适得其反 所以永远不要有 企图改变别人的念头 你能够做的 就是像太阳一样 只管发出自己的光和热就好 第二 两性相处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 看过这样一段话 爱一个人 就应该爱对方本来的样子 而不是凭一己之力 去改变对方 就让对方变成了 自己想要的样子 深以为然 爱是无条件的 有条件的爱 永远都会有隔阂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 曾与台湾第一美人 胡云梦一见钟情 并最终抱得美人归 然而结婚三个月 零二十二天以后 李敖就宣布与胡云梦 结束了婚姻的关系 许多年后 李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说出了当年离婚的真相 原来 她无意间看到胡云梦 因为便秘憋红了脸时的样子 她接受不了 就选择了离婚 有人说 那个人不爱你的时候 你就是实相权能 也没什么用 就像李敖 因为不爱 才会接受不了她的不完美 才会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就轻易放手 爱情的底线 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 对方本来的样子 婚姻的底线 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 对方最差的那一部分 如果你能接受她 就珍惜 如果接受不了 可以不选择 宫崎俊说 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 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 的确 爱一个人 就要爱她的优点 也爱她的缺点 也不能因为她 就希望她变成自己所希望的样子 第三 爱一个人呢 可以为对方去改变自己 用行动去影响对方 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再亲密的人 也不可能永远跟对方心有灵犀 感情最好的状态啊 就是愿意为了对方改变 父母爱情中 江德福是年轻有为的海军军官 安杰是从小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小姐 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 都为了对方做出改变和付出 江德福甘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安杰也甘愿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 彼此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对方 最后 江德福越来越像个资本家 穿睡衣 戴羊帽 安杰越来越像个农村老太太 大嗓门 偶尔抱粗口 他们虽然不是一类人 但最终却活成了对方的样子 如果说 这个世界是无情的 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造成了它的无情 所以呢 不轻易为自己喜欢的人改变 更不尝试去改变他人 除非 你遇到了真正爱你的人 我显然 祝您平安喜乐 如果喜欢节目 欢迎您分享到朋友圈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